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人工智慧基礎數學 那在基礎數學裡面我們會介紹到的幾個東西 從最基礎的這個抽象符號的這個數學式 然後包含這個 集合跟機率 所以我們會從數學上面的這個機率概念 還有貝斯定理來做介紹 進一步我們會介紹一次函數跟結句 然後再 介紹二次函數跟最大最小值 那在介紹完這些函式基礎函式之後我們會 進一步介紹指數 函式跟這個對數函數以及三角函數 那因為在人工智慧裡面很多時候 這個比如說是機器人在 做這個路徑選擇 或者是在這個角度計算上面都需要用到各式各樣的函式 所以我們在基礎數學裡面會介紹這些相關的函式 然後進一步呢我們會 再講到向量 語證跟這個微積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機器學習跟AI的關係是 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各位可以看到最核心這一塊 最核心這一塊是neural network 就是我們講的類神經網路 那類神經網路呢其實就像我們在 用電腦來模擬人類的思考 所以從類神經網路延伸呢 把這個中間有隱藏層 在類神經裡面有隱藏層 像隱藏層 很多的時候就變成深度學習 把這個隱藏層的部分呢 增加 然後進行這個更精準的這個學習 然後除此之外如果說我們再把其他的這個 應用的函式跟技巧弄進來 就會變成是machine learning 就我們講的機器學習 好那除了 這一些我們在核心上面讓 電腦或者是演算法去跑 然後讓 這個你的模型 模擬人的行為 去做思考之外 你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這個 應用呢就會變成人工智慧 比如說 你覺得天氣熱要開 冷氣 那什麼樣的 溫度呢才算是熱 要需要開冷氣 或者是你的自走車在走的時候我到底什麼時候要轉彎 要轉彎是要該左轉還是該右轉 我做如此類這些呢就是必須要加入很多的這個 参考因素跟 比如說有這個 IoT 物聯網的元件進去 就會形成這個AI所以他的範圍是最廣的 那裡面的核心技術呢 還是在這些 這些學習上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暖身一下 假設呢我們有這個五個同學 總共大家 收了錢2000塊呢要去吃飯請問他的這個選擇餐廳 大概每個人要花多少錢 那這個題目顯然是 蠻簡單的因為 有五個同學 那總共的錢是2000塊所以我們大概只能找400元以下的 那超過400元 那就 沒辦法去付這個費用 好 那再來我們看 另外一個就是假設呢有一個 日本人他要開一個咖啡館 而且呢他想要在這個人潮比較多的車站 那這個餐廳呢假設他已經有這個裝潢而且他有基本的一些餐飲設備 意思也就是說他在 這些設備上面他也不需要再額外投入一些經費 這個店面呢他每個月每個月的月就是30萬日元 大概各位可以 稍微簡單計算就是除以 把這個數字除以3 所以一個月的 如果你要用 新台幣來思考的話就是把它除以3 30萬日元是每個月的月租 那我們假設一個月有30天 那經過詢問之後呢 這個日本人呢 評估了一下 平均消費者在那附近 大概會消費的 他的產品的話大概就是500日元 然後他稍微估算了一下食材 加消耗品還有進貨成本 大概佔了售價的40% 那預計呢 這個每次開店的這個營業時間是12個小時 我們需要一些工作人員 找時薪 時薪的工作人員 時薪呢是1000塊日元 然後呢 啊這樣子 工作12個小時 一天啊 這樣子才可以維持這個 店的一個 要求 好那請問一下 這家店呢 每天要來多少人 老闆才不會虧錢 那各位可以算一下啊 從這邊的例子來看的話 500元裡面 有60%呢 是屬於 獲利 為什麼因為他的 這些 成本 這些成本 這些成本 算起來是佔40% 可是呢各位這樣子算呢 只算毛利 而已 為什麼 因為你 這是食材消耗品跟進入成本是佔40% 可是你還有一部分的錢沒有算到就是 你請員工所以要花1000日元一個小時 然後呢他工作了10個小時所以你要 算一下還有 電租 電租也要算進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500日元裡面的40%這個 算完之後的60%那一個呢 大概300塊左右 300日元裡面是毛利 什麼叫毛利就是 還有一部分的成本沒有扣掉的叫做毛利 那盡力的話就是所有成本算掉 都已經扣掉 他真正能夠拿在手上的錢 就是真正有賺到了錢 那個叫做盡力 先定義一下一些名詞 所以我們來思考一下 假設呢 每天 到業裡面來的人數是200人士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每一位客人可以帶來多少業績 帶來多少業績 大家可以從剛剛的敘述上面去 稍微算一下 好那每一位客人帶來的毛利是多少 如果以剛剛500 元的消費來講 那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40%是 他的食材進入成本 這些扣掉40%所以 毛利顯然就是60% 大家可以算一下 那一個月的總毛利是多少 如果你算得出一個人 一個人的毛利是 剛剛講的 月末300塊的話 那一天有200人 200人再乘以一個月 一個月則是30天 這樣你應該可以算得出他的毛利是多少 好那一個 月 人事成本是多少 這應該不難算吧 一個人 1000塊時薪 然後工作12個小時 他需要兩個人 再加上一個月工作的時間是30天 我們平均來算 我們不要算大小月 30天 這應該 可以算得出來 那所以呢 一個月的盡力是多少 透過這樣的一個分析 大家想一下 利潤跟萊克數的關係 數學式子要怎麼去表示 那學過代數的話這個應該對大家來講 不太 不太難 那在講 這個 數學式子怎麼 表示之前我們先介紹 幾個東西 首先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在數學上我們常用的在 一些基礎 交換率 交換率的意思呢 在加法上面就是 比如說X加Y你把它換成Y加X 這兩個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 這個可以互相交換 位置互相交換 然後加起來結果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是乘法運算 X乘上Y跟Y乘上X是一樣的意思 這應該也沒有問題 那 有非交換率的意思就是 各位可能要注意一下這邊的英文 我們希望未來大家能夠 多習慣這樣的英文 那在減法運算上面 substration的部分就是 比如說你2減1你不能用1 反而換成位置之後變成1減2 這兩個值是不一樣的 結果這兩個結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減法運算里面 他不能 他沒有符合所謂的交換率 所以他屬於 非交換率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除法運算 除法運算意思是說 1除以2並不等於2除以1 這很明顯對不對 Division的部分 現在也不是 符合交換率的部分 再來結合率的部分 就是 有好幾個算是 那我可以把某部分先做 某部分後做 那把它換位置這樣子做的結果還是一樣的 比如說1加2 加3那里面1加2先做 跟我把2加3先做再去加1 答案是一樣的 這種叫做associative 就是結合率的部分 乘法也符合這樣的一個 情況就是2乘以3乘以4 他也會等於2乘以括號3乘4先做 好那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這邊的新字號 新字號 我們把它當做乘法來 來這個看待 因為如果我們打乘法符號呢 其實比較麻煩哦 因為還要數學式子 就用 這個米字鍵來跟各位 說明 他是一個乘法運算 分配率的部分呢 比如說3乘以 括號2加1 那他的結果跟 3乘2加上3乘1 3乘2加3乘1 答案是一樣的 這叫分配率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例子3 3乘上2-1 就變成 3乘2-3乘1 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就是符合所謂的分配率 好所以這個 幾個簡單 過去 各位都已經學過的一些 背景姿勢呢 跟各位再 複習一下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的題目來看的話 我們如果用 Agebra 來看的話 利潤 來自於說我有收入 然後我的來客數是多少 好這是以一個月來看好 這邊的只是以一個月來看 然後呢扣掉 電租加人事費 好那電租呢是30萬 加上 一個人 一個小時1000塊 他有兩個人12個小時一個月 算起來只是 這個 102萬 102萬日元 這是他的 這個成本 好所以收入乘上X 收入是 9000 9000乘上 X 就是我的這個收入 好 收入 這個就是毛利的部分 毛利 扣掉後面的這個 成本就會變成淨利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不賠錢 就是等於你的淨利都是空的 就是0 所以我們把等號左邊 假設我的利潤是0 那我X應該是要多少的時候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換一下 這個 把它移到等號左邊的時候他就變正的 對不對 因為把它 等到左邊 右邊移到左邊來就變成 102萬 日元 等於 9000乘上X 好那兩邊同時除以9000 同時除以9000 那這邊9000就被消掉 那這邊算出來的 就是113 333333 人 這是人 那人的部分呢 你不可能把人的砍成三段 所以這個 至少要114人 你的 這個 損益兩平 就是你根本完全沒有收入 就是你的這個支出 跟收入呢 是剛好大幣 但是你至少沒有損失 好那 你的員工也有賺到錢 可是呢 你就是 沒有錢可以存到銀行去 這樣的意思 好 那在剛剛的 這個介紹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減法 跟除法 他不符合 好這個 交換率 跟結合率 但是呢 我們如果把減法 把減法呢 拿來做一些 調動的話 比如說 我們把3 減2 變成是什麼 減2的部分變成是負2 就是3加負2 這時候 3加 3減2就變成3加負2 然後呢 如果你用負2加3 這樣子結果也是會一樣的 這樣子 可以符合交換率 那在結合率的部分呢 一樣的你把負7呢 把它當 減7啦 10減7 減2 這個減7跟減2呢 你就把它當負數來看 所以就變成10加上 負7 然後再去加上負2 那這樣子就可以得到一個什麼 把它交換之後結果 還是一樣 比如說 10加 負7 加 負2 那你把它做結合率 比如說 本來是前面先做 你後來把後面先做 答案會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其實我們在 在減法裡面也許你 猛一看他沒辦法符合 交換率跟結合率 可是你把 裡面所有的負 減 減號後面的數字呢 變成負號 然後他的計算呢 是變成是加法 一旦變成加法之後他就可以 滿足交換率跟結合率 那一樣的在 儲法裡面 其實你只要把儲法 後面那個儲數呢 儲數呢 變成是什麼 倒數的話就可以 滿足什麼 那就會變成法 那變成成法的情況底下 那你就可以 達到交換率跟結合率 舉例來講 10除以5 不可能變成5除以10嘛 但是如果你變成是10 乘上五分之一 那就會變成說 10乘上五分之一跟五分之一乘上10的結果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理解 好再來結合率的部分 24除以6再除以2 那如果說你在傳統的想法就24 6跟2呢先儲出完再去 把24除掉的話 這樣是不 答案是不對的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24 乘上六分之一乘上二分之一 那這樣就滿足了什麼 滿足了所謂的這個 結合率的部分 滿足這樣的情況呢 就可以達到結合率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情況 假設呢 某工廠 一個月呢可以生產1000台除濕機 那 這個月呢 工廠接到一張 600台的訂單 啊沒有再接到其他的 在目前的假設底下 他生產1000台啊有 600台的訂單所以這個月剩多少 這個 應該 不難對 1000-600就對了 好那如果這個工廠每個月可以生產 500台的除濕機 可是他接到600台請問他剩幾台 這個問題應該也不難對 好第三種狀況 同樣是那一家工廠 他每個月可以生產 X台除濕機 好那如果他接到 一張600台的訂單 請問 這家公司這個月 他的這個 剩餘的除濕機有幾台 好其實 狀況三就是把狀況一狀況二 裡面 的這個生產數量的部分呢用 Agebra的方式來代替 用X 的符號來代替 所以你如果把他寫成式子的話 要怎麼寫 假設我們收到的這個訂單都是一樣 600台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形式 什麼樣的數學式子來表示狀況三 這樣子 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嘛 你就是要600台 那你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很顯然是 X呢 大於600的話 如果條件在這裡 如果你的X生產數大於600的話 那你的這個 剩餘數是不是用X去減掉600就可以了 對吧 那如果說 你的這個生產數 小於等於600 那你就不容易剩半台啊 會不會有負幾台的問題 不會 因為就是不夠賣而已 所以在這邊呢 他就可以寫成分段的方式 那條件寫在後面 如果你的生產數 大於600 那他你就會剩下來 那剩多少就是用 X去減掉600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足的話 小於等於那就是0 好那這邊呢有一些我們 這個 在數學上才會用到的一些 英文呢 分享給各位 那也 希望大家呢有機會可以多 講 多講多學習 比如說這個 符號呢 符號叫- 那如果是 減 做減法運算是substrate 好那加法的話 那符號上面叫做plus 他的操作呢叫做add 所以像這些 比如說 Infinity呢 是無限大 那這些 啊 百分比 percent 這個呢就請 給大家參考 那各位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符號呢 多練習 學習一些英文 好那這邊呢 是三個點 兩個點在上面叫since 因為什麼什麼 然後hands 所以 圓周率的符號是這個 那他的英文叫做p 好那開根號 然後開根號平方根呢 這square root 然後如果是角度的話就是angle 還有其他的 那這邊呢就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邊也有 那各位可以去多看 所以像除法我們在講的時候是divide 百多少 比如說3 3然後用2去除的話就是3divideby2 3用2去除的話就是3divideby2 這樣的方式來做記錄 好 那 以上呢是 簡單的 介紹 那我們後續呢會 以後呢我們會分單元呢 一一的為各位介紹基礎 數學的部分 以上分享 有關